如果你还在纠结第一个大牌包包 我应该买什么的话 其实我就还蛮推荐大家买这个 我自己是一共买了四个颜色 就是不同的材质什么的 很多女生在买包的时候 特别是第一只包的时候 总是会选那种大logo啊什么的 其实它对风格的局限性太高了 但是流浪包推荐它的原因就是 我不调风格 不调我们的搭配 不调我们的年龄 也不调我们的身高 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 毛毛眼镜的保护套 为什么叫流浪包 其实是因为它的风格本身偏中性 看起来小 但是什么都能装 就很像过往瓢盆都能粘进去 然后背上去就可以去流浪的那种感觉 它这一款其实有两个尺寸 但是我觉得女生正常上下班 或者什么日常用 小号就够了 而且就算是个子很高的女生都可以背 因为我买包一般的是 考虑款式之余 我会考虑它的搭配度 我买的这几个包可能颜色不太日常 但它确实超大 因为当时这个包刚火的时候 其实是 金色的黑白 还有黑色是最火的 但是我自己去试背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颜色 可能加上这个材质 它背上去很像一个塑料包 然后我就找了很久 找到这个木绿色 我觉得特别好看 这个颜色加这个皮质 然后加这个五金 做的特别好看的一个款 也是我使用率最高的 银色我当时忘了是给谁种草 是因为它这个银上面 是有一点点做旧感的 就没有那么那么的金光灿灿 这两颜色是我 就是到现在 我看上去都觉得 哇这两颜色买得特别值得 最后其实我买的是一个黄泥 也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限定版 看到那些就是黄白或者粉白 我觉得跟我的风格也不太搭 而且我觉得那种实杯度不高 所以我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那种黑白拼色 毛泥面料 持杯率不高 只有就是偏秋冬天的时候会用 加上它上面真的会起球 起球完之后 它上面的皮质就会变得很旧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谨慎考虑 最后一个我觉得 可能更不太日常 就是这个古铜金 我确实一次都没有背到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这个包的话 我就会更建议大家 就是买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实大性会特别高 因为这个包的背法特别多 它的官网有12种背法 但是我自己背的比较多的 其实就这两种方法 我跟大家讲说 我日常是怎么搭的 你看像这个银色 我日常就是白T加颗腿裤 我就直接背上这个包 越简单的款式用它越提亮 然后像墨绿色的话 因为它的颜色整体偏秋冬 所以我一般会搭它的时候 都是偏跟秋冬的颜色在一块 比如说像西装 然后加一个格子的印花 搭一个T恤加牛仔裤 其实这一套也是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搭配 转系的时候 这上半身是一个 极简感的那种毛衣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包去提亮 秋冬天的时候 我很喜欢把印花裙当作那一搭 外面直接套上那种 偏默绿色的颜色 其实也很好看 虽然它现在没有之前那么的火了 但是我现在看它 我依旧还是觉得它不过时 好啦